还有两天就要迎来圣诞节 而今年的圣诞气氛在加沙地带是格外的浓厚 因为当地的基督教徒是第一次走出教堂 在户外举办圣大的圣诞节活动 他们点亮了一棵在社区的圣诞树 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愉悦 而此外在巴西圣保罗也有人雪中送炭 为无家可归的人士举办了一场圣诞节盛宴 马上到世界各地走透透感受一下圣诞气氛 一向气氛紧张的加沙地带来到圣诞节前夕 也不得不舒缓一下了 以色列政府允许居住在这里的数百名基督教徒 参加在约旦河西岸及在耶路撒冷举行的 圣诞节庆祝活动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以前当地的基督教徒都会在教堂里 举办室内庆祝活动 不过今年他们第一次走出教堂 举办户外圣诞节活动 还点亮了第一棵社区圣诞树 准备度过一场与众不同的圣诞节 在巴西圣保罗也是非常热闹 当地一个慈善机构发起众筹 筹集两万美元 为当地无家可归的人 举办一场圣诞节饗宴 和准备了许多礼物 让他们感受浓浓的圣诞节气氛 当中有的人失去了家人 有的失去工作 生活完全被颠倒 而且每天都只能在冰冷的街道和公园生活 不过这场活动的食物和气氛 却让他们倍感温暖 自2000年起 当地的流浪人士节节攀升 截至今天 相信有超过两万人无家可归 来到玻利维亚 同样也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画面 大约350名当地政府的工人齐聚在公园 一同烹煮相当大分量的玻利维亚传统佳肴 和上千人分享饮食 这个玻利维亚佳肴是由意大利面 肚肉 牛肉 蔬菜和香料制成 当地人都表示这道菜很容易制作 而且也很有营养 对当地家庭来说 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有什么能比在圣诞节中彩票更开心呢 西班牙马德里22号 万众瞩目的大胖子圣诞彩票终于开奖 这次的奖金总额高达24亿欧元 今年的投奖幸运号码是03347 将金为400万欧元 所有民众都盛装打扮 有的穿上喜庆的圣诞服装 有的则扮演小丑 一同在马德里皇家歌剧院 等待结果出炉 在西班牙 当地人民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习俗 那就是在圣诞季节购买大胖子彩票 然后在开票夜 有的人会坐在电视机前 或是听收音机 更进最新的开票结果 要感受气氛的民众 则会到开票地点 第一时间知道最新的结果 最后来到了瑞典 不过这群人为什么挤在窗口唱圣诞歌呢 原来这是一个现实圣诞倒数日历 每逢圣诞节 全球许多国家都非常盛行 圣诞节倒数日历 以翻日历的方式 感受圣诞节倒数的兴奋 而在瑞典 他们就将这个圣诞节倒数日历 具现化 从12月1号开始 每天都会有一扇窗打开 然后就会有一群人 在里头唱着耳熟能详的圣诞歌 尽管这个活动已经来到了第14个年头 不过每当一扇窗被打开 都会吸引不少人前来欣赏着有趣的表演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